改款之前很多人就眼馋 这个独享运动引擎盖的 Sport运动版 还有Rebel叛逆者 改款之后 终于Larami也可以选到运动外观组 这个外观组 包括了升级和车身同色的防撞 还有挡泥板 新款的Larami标配的是个18寸的轮毂 20寸的轮毂是外观包升级 或者独立的升级选项 当然如果喜欢大轮毂的朋友 可以升级到20寸甚至22寸 Larami这个级别一共有三款 标准的Larami Larami Longhorn 长脚牛 还有Larami的Limited 但不管哪一款 Larami都有独享的一些配置 包括更好的LED头灯 还有雾灯 更好皮质的皮椅 后排也可以有加热座椅 而且只有Larami这个级别的后排座椅 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特别注意 如果在Larami上面想要12寸荧幕 它是和高级安全组 也就是提供360度保护 包括辅助停车 这一整套是要一起选上的 不然荧幕大小就要选8.4寸 这一套系统了 Larami的引擎 只有黑米的V8 5.7升自吸引擎 大家一直强烈要求的电动踏板 改款之后终于也有了 这个配置只有运动版Sport 还有三个级别的Larami 一共四款车可以选得到 从后面看 Larami也是非常漂亮的 全新设计的RAN 供阳头标志 标配双排气管的设计 4.7 V8引擎跑起来的声音 是非常有美国机油车的感觉的 另外运动外观组 还包括了可以选配的 厚抖的侧踏板 那这个算是 头学福特的一个实用小配置 内饰方面 Larami的皮椅的皮质会更好 同时内饰里面 多了一些木质和皮质 少了一些硬塑料 标配8.4寸的荧幕 它是不带导航功能 可以升级到导航版 或者升级到同级最大的12寸荧幕 今天我们评测这一台车 是选配了前面说过的 360度影像的高级安全组 所以这台皮卡有定距离巡航功能 同时紧急情况下 车子会主动的制动 也包括在停车到后的时候 如果离得太近 也会主动制动 方向盘前方的仪表盘 是一个7.4寸的彩色屏 可以个性化设定 4个角落的车辆实时信息 公养皮卡的四驱系统 也是非常给力的 Larami这个级别 一共有4种模式 第一种就是AWD 全时全驱模式 这个模式任何时间都可以一直用 剩下的三种模式和木马人一样 两驱高速 四驱高速 还有四驱低速 平时就是两驱后驱就可以了 四驱和四驱低速 都是我们一般去越野或者雪天 泥地沙地的时候才去用的 在甘露上面千万不要用 这样对车是不好的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中控部门唐大叔自己说的三层楼设计 储物空间是非常丰富的 再往下面还有老派的CD player 然后配合现代的无线充电 前后座位总共有8个USB接口 有最新的Type-C 也有现在常用的USB3.0 副架也有两个的储物空间 同时后排的地板两侧下面 也有两个储物空间 而且它们都是可以分离 同时是防水的 一般常用就是一边可以放点垃圾 一边可以放点冰冻饮料 皮卡这个车型是北美汽车市场发展最快和最热门的车型 因为它的舒适度油耗 还有操控性都可以堪比SUV了 但是这一类车型的选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可以让大家对北美年度皮卡 RAN1500LAREMI这个级别有更多的了解 如果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当然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 可以找汤纳书来买基普 支持一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汤纳书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 拜拜